大家好 欢迎回到月夜露书 川藏北线 在上集的节目当中啊 我们感受了霸王雪山的秀丽 连宝叶泽的魔幻 以及色达佛学院的震撼 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了317国道 继续向着西藏的方向进发 这个景色太棒了 你永远都不会再变腻了 我听说只要听着狗叫 说明熊来了 熊 熊 熊 这就是人间惊宫的最高峰 萨普神山 没想到海拔 现在不算特别高 也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 现在你高牌好点 就这么说话了 现在多少了 4000 4000了都 67 也不低 但是这儿太帅了 你看这个水啊 它是和玉石一样的颜色 发绿啊 绿水 青山 蓝天 白云 雪山 所有的元素全都集齐了 所有的元素全都集齐了 说这我现在有点瓷穷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没什么 对于美景的瓷汇量的储存 只能用一句 哇 它太帅了 太漂亮了 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真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太美了 特别安静 你能听到的就是鸟 还有小小的风声 对 然后看着这么棒的美景 推荐指数五克星 我已经是一个很福道的人了 我都能跟这儿静静地待很久 如果你觉得人生没有希望 一定要走一次川藏线 看一看这美景 能想起人生的很多美好 真的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 这个路也好 妇女也好 什么车都能来 但是你知道吗 去而山这个地儿以前是川藏北线第一难关 也就是说这个山之前的老路是特别难走的 巨难走 而且它是挂壁路 但是现如今我跟你说修了一条隧道 所以所谓的险关也就没有了 也就没有了 什么车都能去 对 非常轻松就可以过去 所以说咱国家的基建 我跟你说那真是没谁了 去而山隧道 七天迷 七千米 七公里 没有这七公里 就是翻山 隧道都是七公里 你想翻山得翻多远啊 隧道都七公里 这你要走外边的几十公里啊 这个全山老路的崖口啊 据说是四川省内海拔最高的公路崖口 这儿呢是流传着一句话 爬上全山鞭子打着天 在这种绝美风光的背后呢 也留下了许多或是惊险或是悲伤的故事 而如今呢 这个曾经的川藏第一险 也由于修了隧道而不复存在了 我们呢 在川出隧道之后 打算再尝试着走一走这条全山的老路 看看它现如今呢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那条老路了 路呢 我看怎么就是一个硬化的路面啊 现在这条老路基本上已经被牛占领了 根本看不见路 如果就猛的这么看上去就是一个 铺了铺然后硬化了一下 对 而且这个对轮胎我觉得 像咱们现在用的公路胎 也不是很友好 别开快了 开快了我跟你说就有扎态的风险 对 这路呀适合骑马 摩托车也行 对 这路对于摩托车来说还挺友好 嗯 你想这种路的通勤效率它太厉害了 是啊 所以这北线我觉得像以前太大的货车 应该也没法走了 所以都集中走318去了 你说这这样大货车 你想它错的怎么错 对 你哥以前你没有这个360的环影 你看这 你怎么敢往这边上走 对你看这能照出山沿 你的轮在哪个位置在不在边缘 你能看见 而且还有像什么这个凑室底盘呀 然后倒车循迹呀 也有这个有人开过常态 对啊 以前没这个的时候 你是要有一个人站到外边去帮我指挥的 对 然后我得百分之百的信任他 这路况 这个海拔电动的四驱 非常强大的低扭 然后非常细腻的输出 就是跟你的油门响应特别成比例 实在是好用的太感人了 现在真是科技改变一切 这儿有点差方 对 但是勉强的路 然后这路面上得滚下来的大石块 嗯 现在就没人管了 翻前面有一石头 好像 我这儿估计就翻石头了 所有人从那边往那边退 一二三 哎呀 我明白怎么让那种转圈 一二三 没信 文师傅 一二三 四个驴拉到一个墨 哎呦 小小小 哎呦 小小小 不然是这样 好转 来来来来 够了 一二三 一二三 这一二三 好 这还能翻 来来来 一二三 哦 行了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来 一二三 你看那块石头 在所有这些石头里 它真的不是最大的那块 但是你已经看到我们 集所有人之力 斑它是不可能了 顶多是给它转一转 我们再往里走走 不知道还有没有 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碰到一大石头 凉凉 掉头 我跟你说 有那块石头 说明这好久没有人来过 因为你看那宽度 两头是留的就明摆着 这车子应该过不去 对 这都是塌方 挺严重的 这都是掉的就没有人维护了 哎呦 石头有点高 有点高 车窗外可以看出来 咱们已经爬得很高 还行我们也能走得这么远 此刻此刻 看上了吗 咱们就在隧道的正上方 隧道正从咱们就通过 咱们讲这隧道得省多少事儿 直两点间线的那段直接过来的了 往前那儿看见了吗 那儿的挂壁路就有点险了 现在这儿已经有点压抑了 而且你没觉得现在有的这儿的路基已经开始往左偏了吗 对 等会儿看前头 嗯 我手套准备好了 来 公寓善及时 你先不及时 这儿能走 那前面也不行 也能走 前面怎么着 能了能了 走 这儿怎么着呢 踏踏实实打开360 看这儿了吗 嗯 哦 nice呀 完全穿不着 我手套都戴好了 那就戴着吧 前面可能还有 他们俩是稍微错开了一点 这事儿也好搞 这事儿也好搞 现在海盘已经4428了 现在这路况就已经很不妙了 而且左边其实挺险的 如果我跟你说这个路下了雪之后 那就要不太变生命来运输了 是吧 变成完美 改改改 但这儿路况已经极差了 沿着群儿山的这条317老路不断爬升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 就是海拔越高 这儿的路况也越差 我们每往前前进一小段啊 就要下车去查看一下前方的路面情况 到这个沟 完了 完 无碗完 看现在地上的情况了嘛 这塌方已经是一大坑了 还好啊 刚才我们测量了一下 我们车的宽度咬着牙能过 但是我们一抬头傻了 我跟你说这儿绕着我还真能绕过来 我就说今天手套能用什么 走往我这边打一点就过来了 我们就这样一边清理着路面的碎石 一边缓慢的前进 然而不出所料 前方终于还是出现了一片纯厚 本人力很难移动的大石头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保证车上的脚盘就派上用场了 找好角度将这些大石块 该旋转的旋转 还移开的移开 这样就可以轻松又愉快 继续爬升 路面的情况依然是越来越差 随处可见的他方一直在阻碍着车辆的前进 所以在这我就想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是没有那种专业的救援工具 然后还有包括微信电话 还有多年的这种户外经验的话 那么我真的强烈不建议大家再进入这条圈山的老路了 因为万一此时啊 如果在我们的身后发生了他方的话 大家就真的陷入到进退两难的这个困境当中了 那样一来呢我们除了呼叫救援 可能也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可以走可以走 来吧来吧来吧 油价控住了 然后再过去了 对啊 行啊 这石头部门 这石头动了什么 现在说这已经动了 差不多要下差 快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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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遗憾啊 非常遗憾 开到这儿 实在是不值得冒险再往前开了 如果右侧的石头 这么长时间的风化 稍微有哪块一叮不住滑下去 就会 救援呀什么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 遗憾的点在哪呢 就是我们确实没有开到这个 317老路的崖口的位置 但是我觉得 对于一台城市型SUV来说 我已经把它逼到极限了 这条路此时此刻已经不是通津公路了 所以如果你开四个轮的话 我强烈就不建议你来这儿了 但你要是两轮的话 其实过这儿都比较轻松 也还是一点注意安全 倒车退回到安全位置之后呢 我们就掉转车头开始下山了 然而呢 才走错了没有几个力 坐在车上 就听到后台发出了那种很奇怪的声音 听到了什么声音 就是右后轮我感觉 所以车露一下 左后轮 没掉菜牙什么 掉了 掉了 还在掉 还在掉 完了个口子 为了这种非铺装路段的突发情况呢 我们在出发之前 就准备好了一套全尺寸的备胎 虽说像这样在高海拔去换备胎 确实挺让人头疼的 但是换胎这事吧 对于我们越路书来说 那绝对算是一个传统记忆了 所以呢 我们就不跟大家多赘述了 分分钟换好备胎 然后继续上路 借着扎胎这事啊 我要不由得再次感慨一下 就是我们国家 如今这些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曾经呢 近藏路线上一个个显观 如今呢 都已经被平直的隧道和大桥所代替了 旅行当中重重的困难和危险都已经成为了历史 取而代之的呢 是舒适和效率 然而一定有很多朋友啊 依然呢 会向往曾经那种驾车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那种穿越感 同学们呢 不必着急 据说啊 有关部门正在计划 对某些老旧路段进行道路的倾障 方便越野自驾的朋友们呢 重拾这份关于川藏县的记忆 回到公路 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呢 就是进入西藏之前的最后一站了 德格印经院 在我国的藏区啊 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印经院 分别是拉萨的布达拉宫印经院 甘南的拉布朗寺印经院 还有呢 就是这个德格印经院了 而这儿呢 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三大印经院之首 那么一定是有着它独特的优势的 不过呢 为了配合这边的规定 我们是不能带相机进入的 所以接下来的画面啊 我们就只能用手机来拍摄了 我真的惊了到这儿 就像一个那种图书馆里边 那种剧情图书馆里边那种架子 一排又一排 一排又一排 而且在这儿此时此刻 还在用最传统的方式 去印刷这些经书 每印刷一页的时候 他们都会特别前程的拜一下 你看到它的细节 真的 其实从功能上来看呢 这儿就像一个印刷厂 各种部门 分工明确 复刻 印刷 洗板 晾晒 上游 修复 校队 而每一道工序啊 都有其相对应的工作间 这个德格印券院之所以能够成为三大印券院之首 其实呢 无关它的规模和面积 只是因为这儿收藏的经书版画文集 保存最完整 门类最齐全 雕刻呢 也是最精美 同时呢 校队也是最严密的 这儿现存的经板数量啊 大概有32万块之多 而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呢 都是珍藏的古旧印板 这个就是最珍贵的经板 正面的顶 这每一块经板 上面的这个文字 单面 大概是800个文字 双面 就是1600个文字 看我身后啊 一排又一排 一排又一排 而且这个价值非常的高 整个这么大一个区域啊 所放的这个经板 只是大藏经其中的一部而已 这儿就有6万多块 这样的经板 这边经板的形式 不仅有我们看到的文字 还有我们眼前看到的唐卡 而这边的唐卡 非常特色 它基本上只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朱砂 一种是油墨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唐卡 印出来的这些板呢 这是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些 应该是传了很多代的这种印板啊 基本上就是古董级别啊 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唐卡的板 就是这一幅牵手牵眼关于的一个老板 他距今的话有800多年的历史语板 他真正的价值意义 就在于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三文合并 并富有插头的金板 第一排就是梵纹 印度纹 第二排古董纹 第三排现代董纹 三种文字结合在一起 分别是封面 正文和复图 图纹别貌这样 最珍贵的金板 被称为是真院之宝 第二块金板就是刻有我们 董纹30个字母的一个金板 就是乐谱 就相当于是五线谱这样 第三块金板就是唯一一个刻有汉字的一个金板 这块金板就是我们年前的一个门票 所以才会有汉字这样 他这两个等于是对异是吧 对 简单游览一番之后呢 我们就不难发现 这个德国印经院印刷的内容啊 不只是涉及五大教派的佛学经典 还有天文立算 地理文学 藏医学 音乐 绘画 以及众多学者文集 等等等等 真的不愧是藏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 我真的惊了 太厉害 太震撼了 如果你走这个317 这个地儿太值得 你来看一看了 德国印经院 前面没多远 咱们就到了这个川藏界了 这是我第一次进洗澡 真的 这是我第一次进洗澡 真的假的 不会吧 不是 你是第一次拨车进还是飞 我是第一次去洗澡 不管以什么形式 你没去过洗澡 那我觉得这一趟对你意义太重当了 对啊 就是人生是不是都得来自洗澡才算完美 应该来 应该来 因为就是这儿的这个文化呀 氛围呀 环境呀 景色呀 跟咱们那边太不一样了 其实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就已经感觉 我明天我要去洗澡 我特别理解 你是不是就是那种小学生第二天要春游的感觉 对对 你有进藏 必须回 对 咱们还有 也就前面还有不远 不也不也 马上到川藏界了 川藏界是一大检查站 排着队一点一点的缓慢前进 在跨过金沙江之后啊 前面就是进藏的防疫检查站了 而这一段堵车再加上防疫扫码登记等等等等的确呢是耗费了我们不少的时间 历时一个半小时我们终于进藏了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藏 对 然后一进藏 一场大雨迎接了我们 但是我在这儿必须给大家一个小贴士 如果你用的刚好是一个联通的号的话 你最好带一个移动或者电信的WiFi 对 给你当热点 我这一路基本上都靠郑哥的热点与你们在互联网上联络 你知道吗 然后更要命的是刚才在检查站联通居连一点信号都没有 对一点信号都没有 然后咱们输不了健康码 扫不了当地的脏雨通 对 这是刚才我一直跟着炕走 我给他当WiFi热点 对 郑哥当时一直必须跟我在一起 如果他走了我没有网我就进不来洗澡 对 这事儿太崩溃了 我也不说是什么好与坏或者对与错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儿长一心眼 准备一个移动或者电信的热点带在身上 你这一路上基本上就不会失联了 这不是因为想庆祝一下 康总第一次到西藏吗 我说那口酒 我一到这儿我不是想清磕酒吗 但隔壁的一个客人就跟我们说 其实在前藏这个区域是不喝那个酒的 或者说很少 主要是后藏喝那个清磕酒 频次会非常的高 甚至吃早点上就开始喝 然后给康总安排了一桌藏餐 其实这里面由我之前在吃藏餐的时候都没有吃到过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蒜拌 捏起来很软 好吃吗 没有味道 再就一口这个汤 怎么了 太香了 咱跟你尝尝 没事 那我咱介绍第二个菜 酥油炒牛肉 白萝卜 胡萝卜炖牛肉 牛肉饼 这个是什么类的 这个应该是手拔肉吧 这意思 就是工具都特别狠 看着特别猛 虽然肉没多大块吧 来吧 开桌的东西 喜欢您来吧 藏餐 第一顿藏餐吧 这叫什么类的 沾巴 沾巴喜欢您来吧 分享一下 避典啊 到了藏区避典 一定得吃完 什么 好吃 好吃 嗯 你尝尝 我尝尝 我不吃汤水 你不吃这个就是不给藏区面 你吃 你吃 都是你的 来 你吃 都得吃 开错吧兄弟 开错吧 反正好吃 好吃就完了 好吃就完了 体验完我们这趟旅程当中的第一顿藏餐之后 大家休息了一晚 就要继续赶路了 而这距离下一个拍摄点 还有400多公里的路程 所以我们就打算 在沿途的这个昌都市 把之前漏气的轮胎给它补好 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我们这台车是新车 刚刚跑了1000多公里 1000多公里的胎 扎了就不要了 扔了有点可惜 反正能省能省的原则 我们把这条胎拉到临胎店补一下 因为它伤的是内壁 人家给它上了一条孤傲的大礁 应该是不会再孤包了 这样补出来的胎 还是建议大家当被胎用 不要当正常的通勤胎 不太安全 趁这会儿我赶紧过来 充口电 这车带一个40度的电池 趁这机会把电充满了 后边这一路上 我又能省好多油 你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骑自行车去夜店 咱呀 该生手 该哗哗 长途自驾这台摩卡的DHT PHEV的精髓之处 这一路就在于 虽然它确实有了175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 但整个旅程当中 即便是后来不去充电 你也不会有任何的里程焦虑问题 这不是普通的驾驶工况 要知道我们这一路上 可是各种爬坡 海拔经常剧烈的攀升 摩卡两挡DRT带来的直驱 还有穿命连发电能力 几乎很难见到电量不足动力受限的情况 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相比起普通的混动车 摩卡大电池组的这个动能回收功率呢 也会更高 长下坡电量恢复的更快 同时呢 在这种高海拔地区行驶的时候啊 它还能够保证车辆一直都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低牛表现 另外还有啊 就是这个摩卡的HUD抬头显示的一个大大的赞 它除了能够显示车速啊 导航啊等等这些基础的行驶信息之外呢 它还支持AR的实行导航 那么如果是在北京我很熟悉的这些城市开车呢 我可能运不到 但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导航提示我要去转一个弯 但碰到两个路口离得非常近的时候 那在HUD里给你显示一个箭头 来指导你要去拐进哪个弯 那这个你走错的概率就极低了 这座蜘蛛寺是一座拥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拥重稳交寺庙 依托山市而建 海拔四千八百多米 最有特点的就是我手指的那个天门洞 关于这个天门洞啊 有传说呢 它曾经是格塞尔王用神剑一箭给射穿的 也有传说呢是金翅大鹏鸟穿山而过留下的这么一个石洞 再配合上这座蜘蛛寺整体呢就构成了一副雄伟壮丽的藏区风光 然而近两年啊就在这个洞顶的位置 却诞生了一个新近的网红打卡点 号称世界最高的天空之侧 我到了我到了 这个所谓世界最高海拔的厕所 其实这没法说它是个厕所 因为它连底都没有 它只是在这一个坑 有一个水泥板掏了一个洞而已 算是个纯汉侧 但是吧 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个厕所它的这个位置 如果你脸朝那边的话 我的天啊 这个景色太棒了 你永远都不会再变腻了 可是也有一个不妥的点 就是你如果脸朝那边的话 那你屁股朝后 那别人再上来的时候呢 你面对别人的就是一个大白屁股 这是不是有一点不妥呀 但如果你反过来的话呢 似乎又错失了这么好的风景 这个值得斟酌一下啊 另外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个位置 所谓的世界最高厕所 它的海拔我加明显示是4433 那它理论上应该不是世界最高海拔的厕所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个噱头大家吵出来的 因为我在高人摩奇转山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地叫尺尺寺 它的海拔是5100 那儿也有一个厕所 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方式 底下也是直接就通下了几百米以下的一个深渊了 那地儿的厕所比这个海拔肯定是高啊 而且我亲自在那上过呀 这个厕所刚上完你所有肚子里的内容 并没有直接掉到下面 而是就存在这个边上的小坡上 大概就一米远的一个小坡上了 所以这儿现在虽然通风条件非常的好 但是恶臭无比 恶臭无比你受了吗 所以我并不打算在这儿留下点什么 我决定下去了 拜拜同学们 其实在我看来啊 大家与其去关注这个天空之策 不如呢去关注一下这儿的转经筒 与大多数我们常见的藏传佛教的这个转经筒不同啊 就是这儿的转经筒呢 都是逆时针去旋转的 因为呢 蜘蛛寺是一座非常重要的 庸众本教的一个寺庙 而在古老的象雄佛法当中呢 这个万字符的朝向就是逆时针的 而且呢 这些转经筒上的经文也是需要逆时针转动 才是正确念诵的一个顺序 所以大家在见到这些逆时针旋转的 精筒的时候呢 无需质疑什么 这仅仅呢 是因为他们信奉的是本教的 离开这个蜘蛛寺之后呢 我们下一站的目击地就是 纳曲地区非常著名的本教神山 萨普神山了 严格来说啊 萨普神山是位于川藏中线南侧的 而我们目前呢 还处于川藏北线的丁青线 但此时如果直接导航去南侧的这个编坝线 那推荐的这个路线啊 就是走一个非常绕远的一个U字形的路线 全程呢 500多公里 耗时得十多个小时 而如果在导航当中啊 加入这个热玉箱这个途径点的话 那么路线呢 一下就变成了不足200多公里了 耗时呢也只需要5多小时 这条线肯定是一个能走的路线 但肯定是道路的级别比较低 有点充满未知 反正走着看吧 出发吧 这条线道的路面情况还算不错 不过呢 就是车道比较窄 在一些弯道的位置 如果遇到了最想来车 确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危险的 但即便是这样 我们呢 在这条路上慢慢的开 也总比绕几百公里的路 要舒服太多了 然而呢 就在悠闲行驶了两个多小时之后 就在我们即将到达途径点热玉箱的时候 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我 我 我 心打了 惊了 我看一眼吧 那说明这最近都没有人走过呀 你看高度这儿显示是可以过去的呀 可是这路 这塌子是根本就没法修的那种 整个这一大筷子全下来了 填词似的 所以我们从这儿通过去的念想也就断了 以后越路书只能开直到腻了真的 咱掉头之后在岔口那儿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小路能绕过这儿 如果要是没有小路能绕过这儿 咱就只能再回到出发地了 就走那个最长的那个大U字形 好 您好 哎我们想去那个编坝可以 应该怎么走啊 就到现场 对路塌了 老路塌了 老路塌了 老路嵌 老路嵌 怎么走啊 什么嵌 老龙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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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信号 老龙嵌在哪个方向呀 哪两个字您能给我打一下吗 我们就按照那个方向去吗 我这个不知道 老龙嵌 老龙嵌 就在这一公里差不多去的话 下面有一个头路 然后呢 头路可以过去 头路过去的时候 倒在那个是老龙嵌 然后呢就是飞去的那个是冰马嵌 沿着陆江一直走是吗 是的 是沿着河一直走下去 下去 那谢谢您 好 再见 我坐这 到底再问一下 应该是有小路 大概看着就是沿路江一直下 能插到就是咱们那个中线上 这是你在地图上能看到的一条线 我看不太清楚路 但是江是很明显的呀 就江那个山谷是那个地方 他说那叫什么龙嵐路 有这线吗 那边所有的线 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是不是说的老路线 我感觉他说的是老路线 对 老路线 我感觉他们肯定得绕路了 因为这个老路线是不确定的 他依然在说什么牢笼线大概那个意思 但是他手给我指的方向 就是刚才我看着有可能能通 我说那要去盯听吗 他说不用 那明白了 那明白了 先找插头了 然后他说那个路很烂 嗯 要让他带着 播放很费心 走吧 呜 也算是个好消息 比这个要远一些 你看吧 是比咱那12个小时可要进多 进嗨了 进嗨了 这是藏了 藏了 您好 我要去那个边坝县 那个路塌了怎么办 还有路可以去吗 没有 你塌了吗 塌了 热狱之前塌了 到热狱乡之前塌了 我也去没办法 那塌了 那塌了 他的觉得人都不好走了 人都走不了那种 我还只要问问您呢 那我们准备去高中县 对对对 他们说的就是这个地点 对我刚才问了几个 那个叫什么什么县 我给您看见照片塌成什么样了 没法走了 没法走了 我们也是问了几个老乡 他让我们去牢笼县 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 那我跟着您走吧 那我跟着您走吧 谢谢您 见无敌人之路 给力尔 终于有藏医了 还得问藏医 那屁齿 弯保刹车 弯保 要人家的状态 照自信 完了 只能走牢笼县了 我们这研究牢笼县 牢笼县 那到底是啥 他一说出这字我呢 我眼睛亮了你知道吗 说明他这 对 他也走过这路 他一见就知道是哪 咱是那条路应该是不太好走 他都能走 咱也能走啊 对 哥们听着小曲 然后给他展示了一些照片 看完 然后就不说话 掉走 直接掉走 直接掉走 这不是刚才我说的 落龙县 落龙县 哎呀 落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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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还打着点呢 咱们一直在纠结 老龙县和老龙县 和老龙县 落龙县 我刚才就想让那哥们把这字能打出来不 我赞过 他不会写 他可能他的那个 那些是藏语 我明白了 还找不到你拼音在哪儿拼 咱也算是命号 咱们命号 因为我就不信啊 能抄这么大一近道的一条路线 断了之后他就真走不了了 我不信 你说这俩这人都不来往了 通过这事就又找一教训 你知道什么吗 嗯 咱张嘴除了能吃饭之外 还能干嘛 问 说话 他能问 对 就看他这自信的路带着 不太能走 对 一路上跟着这位藏族兄弟不断的翻山 同时呢 我们也在记录着一份卫星的航迹 走着走着啊 我们就越来越庆幸 因为这条路线虽然大方向与我们的这个预判呢 是一致的 但是 在这一条山谷之中呢 他其实就只有波涛滚滚的怒江 如果没有人在前面给我们带路的话 那我们 当绕出这个河谷一端距离之后 肯定就会开始不断的怀疑自己的判断了 后来啊 中途我们停车休息的时候 通过聊天我们才知道 这位藏族兄弟呢 是丁青县的女婿 这次他回家探望完生病的爷爷之后呢 是要赶回去拉萨工作的 而他上一次走这条路去洛龙县啊 已经是六年前的事儿了 没有这兄弟 因为咱们今天走路 行行行行行 他是走错路了吗 打坑啊 多亏了这位藏族兄弟强大的记忆力 才让我们无需去多绕那几百公里的路 我们呢到达萨普神山的时间呢 也只比原计划是晚了大概两三个小时 然而这个萨普神山呢 目前正在进行景区的开发修路施工 我们呢一直等到天黑才被放行 进入到景区里面 我跟你说这路况真是不咋地啊 太差了 这还不是最重点的 最重点是在这修路呢 然后它是按时间段放行 就是你来的时候也不能按着你的时间来 走的时候也不能按着你时间走 对 所以比较麻烦 等着现在天已经黑了嘛 已经咱们即使开到边也看不太清楚了 咱们看今天住在山脚下 住在山脚下 对 住在山脚下咱晚上吃什么 咱们不是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吗 到时候给你们安排啊 下面给你们吃 好的 我跟你说啊这儿是有熊的 我把窗户都开了 冷得冷 我认了 为什么我要听狗叫 只要听到狗叫说明 熊来了 熊熊熊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熊 关键这是我第一次离那么近看熊 而且还在没有保护的时候 紧赶慢赶 虽然今天这个路上有一点小插曲 耽误了大概三个小时的行程 但还算是如计划 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已经住到了这个萨虎神山的 山脚下的老乡家了 但其实这儿是不通电的 然后这儿呢 只是有一个老乡家的这个太阳能 满足我们这边基本的晚上的一个照明 但晚上我们要做饭怎么办呀 我们只能靠自己的 三千三百瓦反向输出了 这你受得了吗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温馨 六人间 因为现在我们背靠雪山 所以这儿的温度是非常冷的 也就是十度左右 这可比露营强多了 最起码我们不用搭帐了 这个是电磁炉 一会儿郑哥就拿这个给我们下面 陈氏拉面啊 陈氏拉面 那会儿啊 这眼镜全是我 哎呦太香了 刚才老乡一听说 咱这车能往往输电 这老乡说一句什么 好车 对 还研究半天 对 我知道 这就是念青东的最高峰 萨普神山的山脚下了 这个萨普神山呢 它的高度要足足接近七千米 今天的天气并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萨普没有露出它真正的面目 他叫萨普 萨普边上他十三的长子 长子边上他的女女 最有意思的 是他的一个赤子 赤子长得非常标志 像一个金字塔一样 这样的山峰 在西藏其实并不多见 然而这个呢 就是萨普的老婆 萨普的老婆 背后还有一个私生子 这都是被神话这一些 非常亲切的一种称谓吧 并且帮助大家去记住它 而这儿呢 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点 就是此时此刻是七月份 也就是夏天 在这儿你居然能够见到冰川你受得了吗 而且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偶尔还会听到那种咔咔咔咔咔 冰川断裂的声音 特别的震撼 就是如果你不山林其境的话 你很难感受到 所以这儿基本一年四季都是白的 然后九月份之后 这儿周围也变成白了 对这个区域也会下雪 所以说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 一样的高度 为什么这儿有雪 周围都是绿的 周围的这些山的高度 没有达到萨普神山那样高的一个高度 因为在这些高峰的雪线以上 它有非常多的积雪的一个堆积 而那些雪呢 它是即使到了夏天也不会化的 然后逐年呢慢慢的就变成冰 一点一点的这个冰蛇就会有暗流 是这样一个逻辑 这个地方萨普神山的脚下 也是我们整个这一季的越野路书的 自然景观的一个最后的拍摄点了 确实也非常的壮观啊 我觉得把这儿作为一个收尾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此时此刻我们的海拔啊 是4767 从一开始我们俩都头疼都高反 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适应了 最简单的是我们已经适应了 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 可能会队痒 可能会熟睡好几天这期受了吧 那么我就得问一下康总了 作为第一次进葬 脸和鼻子都爆皮成这样了 你的感受如何 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惊喜 这种震撼的场面 在视频里和现实看到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建议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有机会一定要来趟洗澡 来感受一下 非常的漂亮 非常棒 近年来呢 在此生币驾318的口罩之下 有越来越多的人 踏上了这片自驾的天堂 同时呢 其他几条近遭线路 似乎就很少受到关注了 而我们这一次呢 就选择了相对来说 比较小众的这个川藏北线 把沿途的所见所闻呈现给大家 这边的路面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平整 而且繁忙程度呢 也是远远不及318 这就意味着堵车呀 胡乱开呀 还有路边随意停车呀 等等等等这些非常危险的情况 也就少了很多 再有呢就是这条路的海拔 是在山谷之中一点点平稳的上升 并不像318那样啊 需要连续的翻越很多高山崖口 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让身体去逐步适应高原的这种缺氧环境 相比之下呢 这边就很少有那种过度商业化的现象了 多的呢是更加友好淳朴的民风 更加清净深幽的景色 以及更加热烈浓厚的藏区文化 一段美好的旅程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治愈的作用 就像特别流行的那句话一样 不是西藏治愈了你 而是你在西藏的路上放过了你自己 在领略了天地的广阔自然的美好之后 你真的不必再在那些繁杂琐碎的事情上面过于较真 只需要提升自己的硬实力去面对困难 毕竟路的尽头依然还有路 即便是遇到了他方 也只不过是晚些到达终点而已 重选地点 情诊绪 掌握 清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